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新眼光 今天是2月21日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 创世纪44章 第一节到34节 约瑟命令管家说 你要按照他们所能 负载的,把粮食装满 个人的袋子,并且把 个人的钱放回袋子里 至于那个最年轻的 你要把我的饮酒杯和他 买粮的钱都放在 他的袋子里,管家就 遵命做了 第二天一早,这些兄弟和他们的驴 都被打发走了 他们离城不远,约瑟就对管家说 你赶快去追那些人 追上的时候要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 为什么偷走 我主人的饮酒杯呢 那酒杯是他喝酒用的 也是占卜用的 你们犯严重的罪了 管家追上他们的时候 就对他们说这些话 他们回答 先生,你这话到底指什么呢? 我们发誓我们没有做这种事 你知道我们上次在袋子里发现的那些钱 也从迦南带来奉还 我们怎么会偷走你主人家里的金银呢? 先生,你若在任何仆人的袋子里找到酒杯 那人就该死 我们其余的也愿意做你的努力 管家说我同意你们这话 但是我只要那偷走酒杯的人留下 做我的努力 其余的可以自由回去 于是大家很快的把袋子卸在地上 个人打开自己的袋子 管家仔细搜查 先从老大的袋子开始 查到最小的 结果酒杯在汴亚敏的袋子里找到了 兄弟们都悲伤地失裂衣服 把行李再拖在铝背上回城里去了 犹大和其余的兄弟到约瑟家时 约瑟还在那里 他们向他跪拜 约瑟说 你们干的是什么呢? 你们不晓得我这种地位的人 能占卜出你们的行动吗? 犹大回答 我主啊 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还能喊冤或变屈吗? 上帝已经揭开我们的罪 现在不只是那个被找到有酒杯的 连我们也都得做你的努力 约瑟说 不 我绝不做这样的事 只有那个拿走酒杯的该做我的努力 其余的人可以平平安安回你们父亲那里去 犹大走向前对约瑟说 我主啊 恳求你准我直率地向你成情 你跟王同等 求你别对你仆人发怒 我主啊 你问过我们 你们有父亲或其他兄弟没有? 我们回答 我们有一位年老的父亲 还有一个小弟弟 是父亲年老的时候生的 这弟弟的亲哥哥死了 他是他们生母留下来唯一的孩子 所以父亲很疼爱他 我主啊 你吩咐我们带他来 让你亲眼看看 但是我们说过 这孩子不可离开他父亲 要是离开他父亲一定会死 可是我主说 除非你们把小弟弟一起带来 不准你们再来见我 我们回到父亲那里 把我主的话告诉他 后来他要我们再来买粮 我们对他说我们不能去 除非最小的弟弟跟我们同行 我们不能再见那人 除非我们的小弟弟跟我们一道去 我们是不能去的 父亲对我们说 你们知道我的妻子雷杰 只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已经离我去了 自从他离开以后 我没有再见过他 他一定被野兽撕碎了 现在你们要带这最小的离开我 要是他在路上遇到意外 你们就使我白发苍苍 悲悲惨惨的进坟墓了 犹大继续说 因此我主啊 我父亲的命跟这孩子的命相连 要是我们不带这孩子回去 他见不到这孩子一定没命 我们岂不使他白发苍苍 悲悲惨惨的进坟墓 不但这样 我亲自向父亲担保 告诉他 要是我不把孩子带回给他 我愿意终生单受罪责 因此我主啊 我愿意留在这里 替这孩子做你的努力 请让他跟他哥哥们回去 要是这孩子不跟我回去 我怎能回去见我父亲呢 我不忍心看见父亲遭遇这样的灾难 感谢上帝让我们一起借由今天的圣经 并再次领受上帝的话语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 这一群哥哥们不再一样 当约瑟用计将饮酒杯放在 变亚敏的袋子 又派管家前往他们当中搜查 并且在变亚敏的袋子里 搜查出这饮酒杯的时候 兄弟们都悲伤的撕裂衣服 他们非常非常的痛心 不再像是以前出卖约瑟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凶狠 他们心里面想用尽 使自己得着利益 这一次他们不是让变亚敏 就单单的被管家带去 他们收拾行囊 陪伴着变亚敏和管家 再次回到约瑟的家里 约瑟第一句话就说 你们干的是什么 你们不晓得我这种地位的人 能占卜出你们的行动吗 犹大率先来回答 并说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还能喊冤和变屈吗 上帝已经揭开我们的罪 连我们都做你的努力 以前是有福同享 现在有难同当 哥哥们也和约瑟被卖的那时刻 不再一样 以前是有福同享 有难跑光光 但是现在他们看到变亚敏被抓 他们陪着变亚敏一同回到约瑟的家里 愿意一起来做努力 但约瑟告诉他们 不必 你们都可离开 只有那偷走酒杯的人才做我的努力 犹大从十八节开始 一无一时的将他与父亲雅各之间的关系和约定分享出来 也清楚说明他为弟弟变亚敏的安危所要付出的代价 这样的真诚交流分享 也让约瑟备受感动 也让我们看到兄弟们再一次从彼此接纳 相互赦免 走到更高的层次情感的交流 今天当我们看到犹大 他不断为了变亚敏 他用自己的生命愿意牺牲 来换取变亚敏能够顺利平安的返家 来完成他父亲雅各 出门前与他所做的约定 犹大就这样子 愿意牺牲自己 也让约瑟看到哥哥们愿意改变他们自己 全然的不再跟过去一样 也让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约瑟再一次看见他哥哥们的转变 也让我们看到在这当中 犹大很真情流露地说出他们家庭的关系 和他与父亲的约定 也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约瑟看见他兄弟们的改变 这样的改变将能够促使 他们在之后的团聚和相处的机会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需要的是真实情感的交流 是真诚的相待 彼此的面对面 用最真诚的心彼此接纳 服事 相互赦免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再一次学习 向犹大 愿意坦诚 坦白 真情的流露 用这样的方式来与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 与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 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典的主 我们感谢你 主 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高山和低谷 主 你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再一次省思 我们每一个人与你的关系 求主 帮助我们能够像犹大一样 不单单是在你面前坦诚地揭露自己 也愿意在家人身旁亲密的人中间 愿意坦诚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需要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被世上的话言巧语所引诱 而要用真诚真实的话 来说出我们心中最希望的渴求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用真诚的方式与人互动 用和睦的方式与别人相处 用接纳的态度与别人合作 求主你赐下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 和睦和一的心 让我们愿意彼此的相互合作 互相的彼此帮助 甚至愿意牺牲自己 来成全上帝国人的心意 我们这样同心在你面前祈祷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grund